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8月的某一天 我去参加了一个活动 什么活动呢 就是受到泰国商务部的邀请 来参加2021年泰国产品推广会 这次一共有来自泰国各地的75个产品参加推广 包含了化妆品 护肤品 泰国草药 还有特色小吃 这次的推广会由泰国商务部和他旗下的新经济学院举办 为泰国中小企业的产品打造了一个走向国际贸易的舞台 这个推广会其实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选择合格的项目参与者 第二个阶段 通过系统进行在线培训 以建立产品品牌并制定商业计划 第三个阶段 实践培训 更换包装 提升产品有内到外的品质 吸引目标消费者 第四个阶段 展示 就是周周周去参与的阶段呢 就是第四个产品展示的部分 如果没有疫情的话 这个活动是开放展示的 只要你对里面的展品感兴趣 都可以联系产品的公司商讨下一步的合作 商务部旗下的新经济学院 通过专注于泰国各地中小企业的创建和发展 让更多的泰国优秀的产品走向国际舞台 同时也通过新经济学院的课程 让泰国各地中小企业家 在商业管理 贸易和国际营销方面做好准备 提高创新理念 也让产品进一步提高竞争力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 通过这个项目 让泰国的中小企业有了活跃的舞台 也让我们这些外国人 有机会更深入地去了解到泰国有哪一些优秀的产品 正在努力发展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 就是本次推广会的获奖产品 左边三个是最佳产品包装奖 通过前后对比 会发现新包装更加的简洁突出 让人眼前一亮 右边的这三个呢 就是本次的最佳产品质量奖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现在就把镜头交给室内吃播帕 嗨 大家有没有看到后面熟悉的背景 没错我已经回到家了 因为现在还是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外面也不能待太久的时间 活动结束之后呢 我们就立刻回家了 但是有没有看到我现在这个 一大袋的战利品 贴心的主办方呢 就帮我们准备了这一袋产品 让我们回家去试吃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我们参加活动的时候呢 都是可以边看展品边试吃 但是现在因为是疫情的关系呢 我们没有办法在活动现场去试吃 所以主办方非常贴心的 给我们准备了一大袋 让我们带回家 然后今天的直播 叫我们来试吃一下这些产品 到底有没有的一些 让我们眼前一亮的好产品 这么一大袋 有点小期待 首先是这个 脆皮鸡皮 脆皮鸡皮 咸蛋味道 尝尝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啊 嗯 一股鸡香味 还有那个咸蛋的香味 我来尝尝 嗯 这个咸蛋口味它的口感呢 就是 偏上鸡皮的味道比较多一点 就咸蛋味道不是特别的浓 但是它的味道是高到好处 也不会特别的咸 嗯 这个不错 非常适合看电影的时候 和朋友一起 一人一包 下下一个 嗯 它说是爆米花 百分之百自然原味 没有添加任何的添加物 还有防腐剂 我来试一下 嗯 是这样子的 嗯 这个是榴莲味道的爆米花 嗯 百分百原味 还真的是榴莲味还蛮重的 我第一次吃榴莲味的爆米花 嗯 这一个是榴莲发烧 有绝对可以买的爆米花 它不会特别的甜 因为我真的是很讨厌吃特别甜的东西 但是这个的口感就是刚好 不会特别的甜 但是也不到是那种 没有味道的那种香味 嗯 它闻的时候呢是没有榴莲的味道 但是它吃进嘴里的时候 就是一股很浓的榴莲味 嗯 好香 很不错 再下一个 哦 三竹果干 三竹果干 尝哈 哇 它是白色的耶 它感觉它就像是整个三竹 然后直接烘干 就得到的一个产品 嗯 很不一样的味道 它的味道是 有一点点酸 可能它三竹本来的味道就是酸酸甜甜的 但是这个果干的味道就是 偏酸的比较多一点 嗯 嗯 嗯 真的是没有吃到其他的那种添加剂 就是百分百原味 三竹原味 这一个产品 嗯 很不错 好香啊 接下来到这个 香蕉干 它们这一些水果 冻干 是叫冻干吗 哦对水果冻干 全部都是百分百原味 没有添加其他的防腐剂啊 什么的添加物 嗯 它整个就是整个香蕉的那个形状 就直接烘干下来的 嗯 这个香蕉就吃出来了 它真的是百分百原味 它没有添加任何的糖 还有其他的添加剂 就很纯正的香蕉味 但是有一点的它太淡了 嗯 对比起来还是那个三竹的 更好吃一点 它味道比较多一点 嗯 再下一个 嗯 嗯 这是榴莲冻干 榴莲冻干 也是榴莲 整个榴莲 嗯 榴莲的话 榴莲的话 味道完胜山竹还有香蕉 哦 我就觉得如果是喜欢榴莲的话 可以把榴莲 山竹跟或者是香蕉就 pass吧 可能是我不太喜欢吃 但是这个榴莲真的是很赞 榴莲味很浓郁 嗯 闻也闻得到榴莲味 好香啊 嗯 嗯 嗯 好好吃 再下一个 嗯 这个是架小虫子 嗯 油夹小虫子 烧烤口味的油夹小虫子 嗯 嗯 好像是蝉蛹吧 这样子 蝉蛹 有点怕 哈哈 哈哈 嗯 嗯 嗯 它整个味道是有点像那种 嗯 香葱味 香葱味的那个 烧烤 吃起来其实并没有觉得在吃这个蝉蛹 感觉就像在吃那个蝉豆一样的味道 哦我要纠正一点啊 我刚才认真看了一下不是蝉蛹 它是蟋蛹 然后这个是烧烤冬鹰公味 但是我尝起来我觉得靠近那个烧烤香葱味 会比较浓郁一点 这个是补充蛋白质哦 吃起来这一个 炸鱼皮 看看 嗯 泰国香味 吃到这个 这个它里面是有那个辣椒还有花生米 碰成的 它这一袋鱼皮它的味道就会比较重一点 就辣味比较浓 嗯 它有一个 有一个味道我吃的我觉得像有乐业 嗯 但我不确定它是不是有乐业啊 它的口感是非常浓郁 我觉得非常适合也是看电视剧的时候 看电影的时候吃 嗯 但是它的有一点点辣 如果不能吃辣的朋友可能就吃不了这个口味 嗯 吃鱼皮应该能够每天补充多一点蛋白质了 嗯 嗯 嗯 好吃好吃 果然最好吃的还是这种炸的食物 卡路里爆炸的食物之类 好吃的 好 我们再下一个 看一看 嗯 还有这一个 鱼条 哎不对啊 不是鱼条 它表面上是一条一条的 但是它里面就是这种 哎 鱼饼一样的东西 看 看一下 嗯 这个好好吃哦 它写的是黑胡椒大蒜味 嗯 嗯 这是样品 这只有两片我不够吃 这个好吃 嗯 它是当你嚼完要吞进肚子里面的时候 它那个鱼的香味就会渗出来 然后你整个口窍里面都是那种香香的油油的味道 哎这个真的好好吃 这个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我喜欢这个 好 接下来呢我就要隆重的推荐一下这一个 泰国东北肠 相信看到我视频的朋友们都知道 之前我去那个商场里面看到有一些小摊贩 白的卖那个泰国东北肠 我都会去买来吃 然后现在的话呢就发现他们有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非常的便于鞋带 然后呢它上面写的就是放到微波炉里面叮30秒就可以拿出来吃了 非常的方便 然后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刚才去盯了一盘 我尝一下到底什么味道 这个好不好吃 嗯 这个跟我们在那个香肠里面买到的一模一样 就是这个味备的 好吃 好吃 而且它这一个啊 上面有放淀粉也没有放那个糖 所以它上面也说也适合这一层眼去吃了 因为它现在都是肉 它这个非常有肉 有一点点酸的肉 吃了不会腻 嗯 好吃 最下一个 嗯 这个说是能量棒 吃完会跳舞的内容 我看一下是不是 哈哈 它上面的介绍呢就是 茉莉香米还有各种古物混合而成的 握含多种营养素 嗯 我尝一下 嗯 我吃出来了 它肯定是没有没有 一定没有放其他的淀下去 也是纯天然口味 也不咸也不甜 我觉得它那些是那种 下午肚子饿的时候 或者是上午肚子饿的时候 补充能量 两餐之间 吃一条这一个 就不会肚子饿 而且今天吃了好多 酒类的产品 都是很天然无天加的耶 感觉也是 这个也很适合健身人去吃耶 嗯 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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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一条不会 顶一个下午 顶一个下午 接下来这个肉 嗯 牛奶黄油吐司 看看看 哇 它是这种烘干的独立小包装耶 这种 这种是小片 但是它是干的 嗯 里面夹着巧克力酱 不甜 出的不会腻 我刚刚看了包装的时候 我就以为是那种很甜的那种吐司 对 对 挺不错 适合早上肚子饿的时候吃 嗯 嗯 相信它也是没有添加过多的糖分 因为它真的不甜 它有那种 黄油的香味 特别是你咬一口 在你的口腔里面 就是黄油的香味 还有巧克力酱的香味 融合在一起 哇 就可以跳舞了 嗯 跳舞 嗯 接下来这个 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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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那么多东西 来一瓶也是挺爽的 看一下什么味道啊 嗯 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脏果汁耶 也没有 也没有添加太多的糖分 我真的发觉 今天试试的所有产品 都是纯天然无添加的 很适合减肥的妹子耶 嗯 而且这一个不含多有维生素 维他命C维他命A 里面是有一点点蜜糖 有一点点蜂蜜 嗯 98%的果汁 还有这个 桑胜椒素 我刚刚开了一包喝了 这个 这跟我平时在泰国71买的那个椒素 是不一样的 之前我在71买那个椒素 它的味道都是好甜 就是你感觉那个糖分特别的足 然后这一个我今天下午喝的时候是 我感觉不甜 就没有特别甜的甜味 就是很适合我这种 就是最近在减肥的妹子喝 然后她吃喝这个椒素 他们说有稍微有一点那个减肥的功效 但是主要呢就是喝完之后 会让你排便特别的炫燥 就不会激压那个素便在你的体内 我今天是中午喝了一包 但我不知道她大概什么时候会要上厕所 先等一下 这个 这个是蜂蜜皂 我闻一下蜂蜜跟那个牛油果 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 它看起来好像我们国内吃的那种饼 这个也是全天然手工皂 卵五 这看起来好像黄油 但是他们的这些香皂都是 没有刺激的成分 我看看我洗一个月 有反汇我就跟大家说 这一个是身体磨砂膏 她说是将沐浴露还有磨砂膏合二为一 就去死皮保护肌肤 用起来清凉凉爽 是她说的我还没有用 但是她说是可以天天使用 有点小气蛋 我闻是闻不到什么样的味道 但是他们的这些产品啊 手工皂还有这种身体磨砂膏 都是推 都是主打全天然成分 都是对皮肤身体皮肤 比较好的一个护理 这也是我期待的 这好开心的收到好多礼物 这个是他们那个传统菜式酱料 菜式酱料 他们就说 主办方就刚刚跟我们在会场上面说 因为有很多很多泰国人啊 就在国外 不想念家乡的味道 想念家乡的这样的时候 就可以开一包 然后弄 就跟我们那个螺蛳粉一样 我们广西人就很喜欢吃螺蛳粉 之前就是一想到螺蛳粉就只好馋 但是后来她做成那个独立包装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买到 就可以自己在家里煮就直接馋 然后这种也是 当然了如果你是游客的话 你还可以买来带回去也非常方便 这个是大蒜味 它就是把它倒下去 然后用40cc的水去搅拌 然后再等到1到2分钟 我们就制作成的这一个酱 就可以沾着东西吃 这有个菠萝蜜干 再来尝一下 他们这些水果干全部都是成天然 空干的 这个也好吃 这个好香 这个 这个 哇 他们保留了这个菠萝蜜原有的香味 我吃一条的好像烤 所以快点上头 我这个东西真的是吃到很想吃 这水果干今天晚上 好好吃 嗯很香 它这个菠萝蜜呢 你知道闻它是闻到香味的 就是你要吃到你的口里 然后你举嚼 嚼到后面它那个菠萝蜜的那个香味就溢出来 然后这样整个嘴巴都是菠萝蜜的香味 嗯好吃好吃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喜欢吃这个菠萝蜜呢 因为我真的觉得像水果干那种呢 嗯 酸酸甜甜还好吃 如果你只有一个甜味的话 那就太单调了 对于我来说真的是酸酸甜甜比较好吃 嗯 观众面的味道 我觉得比那个山竹味还有那个香蕉味要好 嗯 第一是榴莲 然后接下来就是菠萝蜜 嗯 真的是越吃越像头 吃完一块还想再吃了 吃完一块还想再吃了 嗯 我又不是想要跳舞了 好了 今天下午的吃播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主办方送我满满一袋零食 让我有了一个快乐的下午 那宝宝们 你们看我这个视频 有没有哪一个零食是你最想吃的 在你的心目中 哪一件是你的今日最佳呢 欢迎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希望下一次我还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快乐的直播视频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祝我的宝宝们永远吃不胖